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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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知道说 哥林多教会是 其实是非常的富有的 或者说应该说 哥林多这个地方 是非常的富有的 因为他们是一个 很重要的海港 那么有很多的贸易 那么同时呢 他们也是这个为 引着这个信的 这种洁净而出名 比如说他们有 其实有非常多的 这种所谓的妙计 这种妓女是属于 这种他们的宗教 那么保罗再写 这封信给这个 哥林多教会的 这封信上面 其实是讲到了 提到很多 他们的一些 当时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里 保罗就讲到了 他们有关于在这个 敬拜 崇拜当中的 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这边 第三节讲说 我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凡男人祷告 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 凡女人祷告 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 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 贴了头发 所以在保罗 在写《结构信》的时候 讲到了很多问题 其实是在 当时的哥林多这边 他们的 跟他们的这些宗教 跟他们这些文化 跟他们这些社会的背景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比如说在这里 他讲到说 这个男人蒙着头 那么这很可能 是提到就是说 在当时 罗马人 罗马的 他们的 这个 在他们的宗教 宗教仪式当中的时候 他们是蒙着头的 那么女人在这里 不蒙着头呢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他们的妙计一样 他们都是这样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里 有他的背后的 这些文化的 这些背景存在 那我就想到说 以前曾经看了一本书 他讲到这个 就是这个 Covie Chapel 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 那么他本身的这个 开始的这个牧师 叫Chuck Smith 那他这个时候是在 6070年代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在那时候 美国有很多的西匹 特别是在加州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这个 这个Chuck Smith 他们这个Covie Chapel 他们就是从这个 南加州这边开始的 那他当时这个Chuck Smith 他就看到有很多 这些西匹 我们都知道西匹 给人的印象 就是这个不修蝙蝠啊 很邋遢啊 这样子 脱发很长啊 这样子 所以呢 他就看到这些教 这些人呢 其实当时的教会 并不太接受他们 因为他们这些 外表 他们这些 他们这些的 这些生活方式 所以呢 Chuck Smith 就去接触这些人 把这些人 带到教会当中 那他并没有特意去 要求说 他们要改变 他们的穿着 这些什么的 那也当时 当时也非常多的人 因此而信了主 并且形成了后来的 此为的这个 Jesus Movement 耶稣运动 其实我想在 耶稣的时代 也是这个样子 耶稣去找了 很多当时的人 是在当时 一般的 所谓的这个宗教人士 所不起的这些人 比如说税吏 比如说像 很多的这些 中下层的 这些人士 那么我想在 当时在耶稣的时代 在保罗的时代 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因着这个文化 因为这些背景 这些 这些 这些问题 所以对他们的教会 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那么我想我们放眼到今天 也还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 当我们放眼今天的社会 今天社会可能 有些事情 比当时更开放 或者是有很多 不同的改变 但是不管怎么讲 教会在身处 在这个社会当中 在这个文化当中 那么不可避免的 就会被影响 那么我们是 到底是影响 这个文化 这个社会 还是教会被 这些社会 跟这些文化 所影响 我记得这个是 我觉得这些 都很难讲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教会 这个文化 这个社会的一些 一些很多的事情 对这个教会的影响 可能是好的影响 也有可能是好的影响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其实对我们 对于我们来讲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是回到 神的话语上面 不管怎么样 神的话语 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看到保罗 其实他也是这样子 在他这边的经文当中 其实他也是 回到了这个神的话语上面 神的创造的这些 心里上面 那么在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 同样的也是 保罗在写给 提摩太后书情当中 他讲到说 这圣经 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 对以完全 预备 行非要的上司 那么他在这里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说 圣经教导我们说 什么是错的 他教导我们说 什么是正确的 他教导我们说 什么样子 当你在错误的道路上 的时候 你怎么样 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同时 你在正确的道路上 的时候 你怎么样子 持续下去 那么 这些神的话语 很重要的就是 让我们得以 完全的 像神一样 预备 行各样的 预备行 神各样 他为我们所安排 他要我们 他对我们的旨意 或者我们常常 很熟悉的 可能就是 神 他对我们 每一个人 有个计划 那么 若是你不熟悉 神的心意 若是你不熟悉 神的话语 那么你怎么样 来活出 他这样子的 他对我们 一个美好的计划 我想这真的是 对我们 一个人的 一个很好的提醒 好 那么 我想就让我们 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 感谢赞美 是的主 真的是 就像神 你自己 在借着诗经上 所告诉我们的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谢门人的座位 为喜爱 约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还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爱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苦 跟分他所做的 尽头顺利 现在主要真的是 你的话语是 如此的宝贵 如此的美好 对我们有许多的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有许多的困难 有许多的挣扎 你自己的话语 就好像是我们人生的 使用者说明书一样 当我们面对我们 每天生活当中 所要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主真的是帮助我们 真的是想到 神灵自己的话语 并且也能够让我们 明白你自己的话语 主我们谢谢你 因为在你 离世升天之前 你告诉门徒说 你能拆遣 圣灵保卉师 使我们能够明白 你自己的真理 主我们谢谢你 也谢谢这个圣灵 真的是你自己的帮助 让我们真的是 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知道你的心意 更多的认识你 更多的经历你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祝你自己 丰盛的恩典 以及带领你 这样祷告赞美 我可以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Amen 我可以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